很多民眾都擔心買到的水果有農藥殘留 依據農業部公布的蔬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成果報告 檢測了全台4,119件水果 農藥殘留不合格率第一名百香果高達14% 接下來依序是西瓜、木瓜、荔枝、草莓 入榜水果中只有草莓是直接使用 其他水果雖然會去皮再吃 但營養師還是提醒先用流動清水洗乾淨 因為在切水果或是拿取水果的時候 表面的農藥可能會沾到果肉吃下肚 另外陳寒與營養師公布了10種安全牌蔬菜 A菜、小松菜、龍鬚菜、美玄菜、豬筍、攪白筍 農藥殘留不合格率都是0 小黃瓜、絲瓜都不到1% 但要是吃到這幾種就要多留意 不想將農藥吃下肚 營養師建議食材烹煮前先浸泡清水2到3分鐘 再以流動清水沖洗5到10分鐘 再烹煮過程也可以將鍋蓋打開 讓農藥跟著蒸氣揮發 食材吃下肚前多幾個步驟就能吃得更安心 巴拉新聞杜俊翰 綜合報導